查到了一个生产黑心棉的大型黑作坊 接下来进入每周一新闻调查特别节目 每周看质量 黑心棉对为工业下缴料或者废弃的棉续制品做成 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 因为其危害性显而易见 会对人体产生诸多不良的影响 但是黑心棉被虽然被支援部门打击过多次 市场上还是层出不穷 近日省纤维检验局再次会同记者 对南京市场上的黑心棉被进行了调查 位于江宁区的这家义务小商品城 曾被多次打击 我们也进行过报道 但是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后发现 小商品城里的黑心棉依然很多 经济承棉 经济承棉里面还发现的 在那边发现 成本是有个交接四年 是两层份我做的 就是百分别四年 但是有一点花签子在里面 经执法人员初步鉴定 这些都是黑心棉 实际上这家大市场的多家商铺 去年这个时候也被执法部门打击并且处罚过 而市场的管理方也表态 绝不会再让这些害人的黑心棉进入市场 但是事与愿为这里不仅有黑心棉 数量也没有减少 这些所谓的棉被以及保暖被价格多为十块钱一斤 牌子包括红顺和鹿鹿等等 那么这些被子的自身质量又是否有差别呢 便宜的不管是什么牌子都是一样的 只是名称不一样 人家做的名字不一样那种 是一个厂家的吗 一个厂家 一个厂家他做做了这种牌子 那么这些黑心棉被究竟来自哪里呢 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 执法人员最终在江宁区胡淑街道 找到了黑心棉的生产窝点 在这家正在加工的作坊里 执法人员一眼就发现了在市场里销售的红顺排棉被 对于其产品质量 黑心棉加工窝点老板杨某这样表示 随即执法人员对这家黑桌坊展开了执法检查 在这处堆放原料的仓库里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都是工业下角料 是绝对禁止用于生产生活用纤维制品的 而在另一个仓库里 执法人员发现了更多的回收棉续 而正是这些工业下角料和回收棉续 做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些被子 实际上这些原料能否做成被子 杨某的心里非常清楚 在这个仓库里执法人员还发现了印有南京棉胎的黑心棉被 生产地址位于花台中华门外 这种黑心棉被正是我们之前多次曝光过的 随后通过查找 执法人员在这个大院子里又有了更大的收获 打开这间仓库的大门里面的场景让执法人员很为吃惊 这里面的量更大 包括我们在市场上发现的鹿鹿牌 苏圆牌 经过进一步查找 执法人员又在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包装袋 这些包装袋 这些包装袋共有几万只之多 据老板初步交代这些袋子都是他们从市场上购买来的 没有固定的品牌 而是买到什么袋子就装什么袋子里 当天所有黑心棉被都被执法人员查扣 共计2000多床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让幸福变点三 6月先提醒您